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作为利剑的金牌教官 执行过太多生死的任务 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意识到 刚刚这名狙击手的可怕 可以说就在刚才那种情况下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被一枪毙灭 这样的狙击手 全世界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 可是岑航田却想不起来 这人究竟是谁 在他的脑海中实在找不到 一个合适的人可以与之相对应 就算利剑行动队 大概也就只能有这么一两个 可是他们却一定不会来到非洲 尤其是之前李高楼已经说了 这是他的援军 听这意思应该跟利剑行动队 没什么关系 于是他忍不住问了一句 他是谁 你最好别知道 这句话是塞拉说的 他看着岑航田 说得非常认真 这名狙击手塞拉已经见过 正因为见过他 所以他更加清楚 那男人到底有多可怕 曾经被整个佣兵联盟 称作是枪神的男人 那批头狼 从塞拉进入到佣兵联盟那天起 他就听说过很多 关于那批头狼的故事和传说 但是他从来都没亲眼见到过 很多人都说那批狼已经死了 可塞拉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他 而且他跟在李高楼的身边 陈航田愣了一下 不再吱声 实际上他莫名的感觉塞拉对自己有敌 再加上李高楼不知道从哪找来的这些帮手 气势一个个都异常强大 作为利剑行动队的金牌教官 陈航田居然感觉眼前这些人 一个个都是深不可测 这不可想象 但却真实的发生在自己眼前 李高楼眉头微皱 他问了一句 二毒呢 二毒也来了 所有这些人都是李高楼昨天晚上召集的 因为不论是国安行动队 还是三支王牌特种兵啊 这件事都不方便插手 但是相比之下 李高楼没任何顾虑 所以啊 他连夜让二毒带人呢 过来跟塞拉这儿会合 月影指了指山崖另外一边 他在上边 他已经到达那位置了 李高楼随着月影所指的方向看去 没错 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从头到尾 陈航田跟蓝梦影三个 都不知道眼前这几个家伙在说些什么 什么二毒啊 什么那个地方 哪个地方啊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 究竟他打算做什么呀 小李同学则没多解释 只是站在这儿 看向了被密林所包裹的 整个拥兵联盟基地 他也是第一次来到这儿 但他却早已经把周围的环境彻底的洞悉 那接下来要做的事 就是按照计划行事 想到这里 李高楼再没任何犹豫 直接接通了二毒那边 独哥 开始吧 好嘞 二毒异常兴奋 说完就挂了 残航田觉得自己啊 不能再这么茫然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自己可能会疯了 尤其他可是力剑行动队的金牌教官 怎么说也不应该啊 让人蒙在鼓里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小李同学这次啊 倒没再沉默 伸手指了指下方的基地 毁了这儿 这就是李高楼的计划 他既然敢在海域毁了第九基地 那就有胆子在这儿 再毁了他第二座基地 或许从拥兵联盟最开始 第一次跟他站在对立面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已经注定了 此时的二毒兴奋地收起了通讯器 跟着按下了手中的按钮 从昨天到这之后 二毒一帮人就已经按照李高楼所说 找到了这处山崖的位置 然后埋下了巨量的炸药 为什么要炸了这儿 非常简单 只要这处山崖坍塌 下边拥兵联盟所处的基地 就会被从天而降的石头彻底摧毁 这也是李高楼计划中的第一个环节 他已经在生死簿上演算过 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随着二毒按下按钮 巨大的声响在山谷上方响起 一时间地面跟着剧烈的颤动 李高楼依旧站在山崖的位置 月影跟刘天赐他们全部站在他身后 岑航天三个人也是如此 只不过相比于其他几个人的平静 他们非常惊讶 这李高楼他到底胆子多大呀 他这什么想法 这可是拥兵联盟的基地啊 不过最终岑航天还是没出事 只是看着李高楼的目光越发的好奇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年轻人 能够让神奇的事情永远的发生在他身上 一剑接着一剑 看着巨石从山顶滚落下来的时候 李高楼低沉的声音响在众人耳里 做好准备吧 颤头马上开始 紧接着香猪和三头鹰同时把枪上了堂 计划的第一部分顺利完成 接下来就是第二部分 同一时间 隔离区的红魔已经召集了数百高手 这些人都是拥兵联盟的强者呀 此刻全部聚集在这儿 打算冲进华夏基地 然后电话来了 本来面色平静的红魔 接起电话 听了一句 脸色就是一变 什么 山崩 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要知道他作为非洲基地的首领 整个基地呢 是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是拥兵联盟在非洲的大本营啊 现在怎么着 遇上山崩了 哪有山呢 红魔经过短暂的思索 他拿定主意 想办法撤退 我马上赶回来 没什么比他基地更加重要 如果基地被毁了 哪怕是他 也没办法向总部交代 所以他必须要带人赶回去 尽可能的保住这座基地 对不起 把里边的一些的资料抢救出来 在挂了电话之后 他赶紧拨通了威廉那边 在说清楚自己 要将行动暂时推缓之后 威廉显得非常生气 不过呀 红魔也没时间再跟他做过多的解释 说完之后就挂了 红魔下达命令 所有人马上跟我返回基地 然后本来已经集结好的队伍 就这么从隔离区出发 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基地 而此刻的红魔绝对想象不到的是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疯狂的浮杀 这就是李高楼的计划 唯点打员 唯位救赵 与其待在华夏基地里 等待着拥兵联盟跟美洲方面死拼 倒不如把他们分开 然后找机会 各个击破全部歼灭 情急之下的红魔 却是哪会想到 这其中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危险呢 你给他十个脑袋 他也想不到李高楼竟然如此胆大 想要伏击他们 想要把他的基地整个摧毁啊 而现实就是啊 谁都想到可能是由他们两方去对付李高楼 对付华夏 谁能想到 他这么大胆子反过来 想要把他们全部歼灭呀 几十辆车直接朝基地赶去 威廉虽然气得要死 但是也没什么办法 美洲方面不可能直接冲进华夏基地 毕竟他们的人跟拥兵联盟可是有区别的呀 他们是代表了国家 而拥兵联盟只不过是一个组织而已 所以啊 这美洲方面只能原地待命 行动推迟 而华夏基地里 李老蒙和碧文超依旧没离开 那种暴风骤雨来临前的紧张感 两人呢都心照不宣 但是他们并不会撤退 或者说现在的局势也不可能撤退 碧文超看着李老蒙就问 他能成功吗 这位力剑行动队的总队长 此刻全副武装 已经做好了誓死保卫基地的准备 李老蒙认真的点点头 我相信他 随即不再出声 此时此刻 整个华夏基地里所有人的性命 可都寄托在李高楼的身上 如果他的计划可以成功 那自然可以化险为夷 但是如果李高楼那边出了问题 那大家都得死 正因为清楚这一点 所以两位花甲老人绝对不能离开 也并没有把这消息传出去 他们只是用行动 传递给所有人一种信念 华夏永不退缩 谢谢大家